大叔拥有记忆消除法,可以让人忘掉痛苦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奇幻故事,记忆消除法 老唐是一个医生,每一个被他催眠过的人都会完全忘掉令他们痛苦的人 即使将对方的照片放在患者眼前,他们也想不起来 因为奇妙的消除法屡次见效 老唐也获得了极好的声誉,直到老唐遇见一个女孩 女孩的前男友抛弃他后就失踪了 女孩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女孩手上的伤势显示出他有多么难过 看着女孩美丽的脸庞,老唐心动了 他无法拒绝女孩的要求 于是答应将女孩记忆里的前男友消除 很快老唐就开始对女孩进行催眠 他根据女孩的记忆,准确找到他和前男友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原来女孩和前男友是高中同学 俩人正在课上纯情地递着小抄 然而青涩又美好的爱情没有让老唐停留 中途前男友去上厕所 老唐趁机跟了上去 掏出一把枪快速地把前男友解决了 很快他来到俩人的第二次相遇的地方 俩人正在一个游泳池里浪漫地拥吻 老唐趁女孩不注意将前男友拖到水底淹死 男友就在眼底不见了 女孩开始呼唤起男友的名字 老唐只好从水里冒了出来 没想到女孩竟然将他错当成了自己的男友 他深深地陷入了女孩的温柔箱中 之后老唐一个接一个地将女孩的前男友清除 并且每次清除后 他都会被女孩当成男友 老唐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 但是他已经爱上了女孩 所以他一点也不想停下来 终于他来到了女孩记忆里最痛苦的一天 女孩发现前男友竟然和自己的闺蜜在一起 为什么全殿下的渣男都喜欢女票的闺蜜 却放着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不要 不仅汪哥我想不通 连老唐也搞不懂啊 为了帮女孩报仇 老唐用自己的双拳狠狠地暴揍了他 这样的报复方式是最结恨的 终于到了女孩和前男友分手的日子 老唐却突然说 今天要玩一个不一样的 他说当他抛起用笔的时候 女孩会将他当成男友 催眠结束后呢 女孩就会彻底地忘记前男友的存在 女孩同意了他的建议 随后老唐打开催眠音乐 并抛起用笔 女孩受到催眠 将他当成自己的男友 老唐并没有进入女孩的记忆 而是跟着女孩回到他家 并且享受了女孩给男友做的晚餐 随后女孩笑着问他好吃吗 好吃就多吃一点 随即就起身去洗碗 老唐却察觉女孩有些不太对劲 他以为是女孩受到了催眠的原因 于是呢掏出硬币 抛出了第二次 但是硬币不小心掉在了床底 老唐去捡的时候发现床底有一个笔记本 打开一看 前面的内容全被撕毁 留下的一页是一百天的纪念日的内容 原来呀 女孩和男友约好毕业以后一起出国 多么美好啊 不过这场浪漫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 老唐笑了一下继续翻着日记 中间几页 女孩发现了男友和闺蜜的事情 并且十分的痛苦 第四页 女孩写到自己需要一个医生 这恐怕是女孩来找老唐之前写下的 然而让老唐诧异的是 女孩日记的下一页又再重复第一页的话 仿佛是一个墨比乌斯环一样 女孩的日记内容一直重复着 除此之外呢 再无其他内容 这时候老唐感到胃部一阵痙磷 他男人疼痛倒在了地上 原来女孩在雨里下了药 只可惜老唐明白的太晚了 原来女孩的前男友并不是失踪 而是在分手那天 被因爱生恨的女孩下药之后 扔进了游泳池 老唐因为毫无保留的陷入了对女孩的爱 最终呢将自己的命给交代了出去 女孩因为受到催眠 将老唐当成自己的男友 最后带着恨意将她扔进了游泳池里 在催眠曲结束之后呢 女孩醒了过来 她原本应该忘记了前男友 但是她不小心看到了日记本上的内容 再次陷入了自己被闺蜜抢走男友的痛苦中 最后她去到了另一家医院 另一个和老唐一样的医生接待了她 她的命运会不会和老唐一样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